謝謝 OK 我已經感覺到一個不行囉 大家上廁所也可以趁著現在 拿去這樣 所以我慢著說應該夠拉一個尺吧 好 其實我剛剛在前兩個小時 我已經在後面已經快要崩潰 因為我的正能量已經夠多 我剛剛在後面一直滑那個 每天來點負能量 想說這句話到底為什麼一直身上在發光 然後每個人站在前面說 舒適圈 我想我靠 我身體有負面的人 還好啊 普通 然後我要講什麼 就是因為我自己是去年在街坊啟蒙計畫實習 那街坊啟蒙是一個教育性的非營利組織 然後那一年我比較常參與這種跟人家交流啊 講話 然後也不是Social Social好像也很難聽 但就是跟人家互動的活動 然後我這樣隱居了一年 從國外小玩了一下回來 然後今天來到這裡我想說 天啊 惡夢 然後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是 有關李奧納多和迪卡扁 我要更像那個Kathleen 是嗎 我絕對不是什麼李奧納多基金會 我真的不知道那種東西 就是我其實只是那一天 剛好奧斯卡那一天 是這個活動的講者介紹的dayline 然後我跟他看 我跟他一看 想說完蛋死定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題目叫什麼 然後也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不太了解焦點他們 就是創人物這個活動 每個人的那個 就是他所謂的主題 大概是怎麼方向 然後我就看一看 他說 喔 他終於得獎了 然後就整個一個手滑 就立刻 李奧納多基卡扁 然後就send 出去了 然後後來那個活動專業出來 然後想要靠每個人 我想哇靠成功的定義 我想這個 太尷尬了 那後來 後來 我要講正經的囉 後來李奧納多在發表他的得獎感言的時候 他就講到了有關環境 生態等等的 然後我就開始真的對這個人有一點興趣 因為其實我原本跟他也不是說很熟 我也不 私下也沒有在跟他聊天 我剛剛沒有什麼交集 我一直知道他演了一些 演了一些電影 就是都其實滿成功 什麼神鬼交鋒 然後全面啟動 大盆小傳 華爾街智郎 等等等等 還說不熟 我沒有 我都沒有去探他的班 然後他講的那些 他的得獎感言 我就覺得一個人他 雖然說他的成就已經是 我們都有目共睹 但是他終於得到了奧斯卡影帝 那時候整天FB全部都是起他的榜 然後我就覺得他等了那麼久 他上台拿到麥克風那一刻 講的是有關環境的事情 然後就覺得我就開始上網去查 這個人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後來我才知道他其實很有錢 我不確定他有沒有錢 但應該比我有錢一點 他開TOYOTA車 然後他去年或前年辦了一場藝術拍賣會 大概所得10億新台幣左右 他捐給全球行動慈善的組織機構 然後為了同性權益 還有尼泊爾的一隻老虎 他可能捐了1億新台幣 就是聲援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他是身為一個這麼有名聲的好萊塢影帝 終於可以叫他影帝 奧斯卡影帝 他對社會所做出的回應是用這種方式 那我在想我們每一個人 就算我們不是那麼有錢 我們不是那麼有能力 我們的影響力可能比他大 但是我們是不是也都有辦法 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對社會做出一個回應 但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會想說 這個字也很不清楚 戴達尼影師他就是我他媽的 連自己都餵不飽了 還要談什麼社會責任 所以旁邊就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 你自我跟社會的平衡點到底在哪裡 然後像我剛剛有說過 我之前在街浪前往實習 那我記得我進去實習的第一天 那時候拜吳的人就問我們說 你這輩子有沒有做過什麼 你自己做的決定 為你自己人生所做的決定 不是爸爸媽媽 不是你的親朋好友 不是外界的眼光給你的 是你自己做的決定 因為你做你自己的決定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真正的開始對你的人生負責 然後做這個簡報說 因為你也知道看得出來 我不是很會做簡報的人 還要換一下我自己的照片 所以我就想說 那今天這個簡報 因為我沒有像其他講者或是大家 就是有常出國或什麼什麼 很多很厲害的經驗 所以我今天就只想講兩件事 就是我兩個很重要的決定在我生命中 他帶給我的影響 第一個就是在我20歲的時候 我參與了學生事務 因為我大一的時候大概18、19歲 就跟張正月所說的一樣 差不多都是為愛掉眼淚的一個年紀 每天就只想著戀愛啊 跟朋友出去玩 夜衝、夜唱、隨便衝、隨便弄 去夜店搖啊隨便 然後到了要升大二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學長就問我說 欸你要不要來學生會看看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也沒有想說 我要進去脫離舒適圈找到自我 完全沒有 我只是覺得喔好啊 反正我閒著也是閒著 就開始進去 然後剛好那一年也是我升大二 所以戲學會要換正副會長 然後我就跟另外一個搭檔 我就當了戲學會副會長 然後同時在學生會就是當一些小小的幹部 開始接觸很多事情 然後越線就越深 就像愛情好像流沙 然後我在要升大三的時候 就一頭踏入了選學生會會長這件事情 然後我朋友就說 你為什麼要那麼傻 你可以繼續過你糜爛的人生 你幹嘛躺那一潭渾水 你知道你要面對校長 你知道你禮拜一到禮拜五 每天早上都要去開會嗎 我說我不知道 但後來我還是覺得當下那個 那個學校氛圍的環境 對我的衝擊是 喔我以前是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畢業的 我剛剛在有個學妹在這裡 然後在那個學校那時候的氛圍給我的是 其實很多人都在抱怨 今天學校做了一個決策 或是你的戲上做了一個決策 你每天都在抱怨說 幹學好爛透喔怎麼會這樣子 可是當有一個小小的機會 它真的只是一件小事情 降臨到你的身上的時候 你有機會去選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都沒有人要做 誰要啊誰要扛那爛攤子啊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社會的縮影 就是抱怨的人很多 可是你真的願意捲起袖子去做事情 願意躺那個渾水的人很少 所以我就覺得 好啦天將將大任你私人也 我就投入了這個選舉 然後我在這個選舉 我不敢說我自己做得很好 因為可是我有一個很深的體悟就是 你做一件事情一定會失敗 就是不可能百分之百你是完美的 就像你要做一個決策關於全校的學生 國鬼教已經算小的囉 但是一定一個決策會讓你有正面跟負面評價 這是你沒辦法避免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不去做的話 你離成功永遠都是那麼遠 至少你踏出去做了一點 你就算被罵了 就算你委屈 就算你半夜偷哭 但是至少你開始去做那件事情 然後接下來要講第二個決定 就是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是不是很喜歡他叫他創業 因為聽起來很變態 因為我也不覺得我在創業 他比較像是一個小實驗 然後這件事情是我22歲的時候 就是大三大四那個階段 也是學生會會長帶給我的延續性的影響 就是因為我當學生會長之後 我開始處理公眾議題 然後剛好我那一年用318 然後我們學校的工程延宕什麼什麼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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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鳥事就發生在我身上 會不知道我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開始開始關心社會的事情 然後開始發現 喔我也不是那種自私 我開始想到更多更多的人 所以我要做 我現在在做的這件事情是創 我想要開一家咖啡廳 應該很多人都有曾經想過這個夢想 就是典型年輕人的願望 開一家咖啡廳 但是我希望這個咖啡廳是可以 聯繫社會上不同溫層 不同面向用不同方式生活的人 因為像最常去咖啡廳應該就是年輕人 大概我們這輩或30幾歲這樣子 40幾年這樣差不多 那我們很多人其實不太會去關心 社會上跟我們很遙遠的議題 所以我希望可以藉由這個創業 開啟大家對社會的感知 因為像我記得我們剛開始 大家現在快要一年了 剛開始的時候是我們辦了一個活動 是有幫兒夫蒙 因為那時候我看到 我只是隨便在就滑臺FB 然後看到說其實台灣小學生 就平均不是台北市 就是台灣有四成 大概四成左右的小學生 是沒有辦法好好的開學 他們可能要背負家計 他們可能有很多種種原因 不像我們那麼幸運的 就是這樣去開學 我就很簡單的發想 就辦了一個很簡單的活動 就是大家跟我們買咖啡 或是買我們做的簡單的甜點 我們把這些錢捐給兒夫蒙 我們把這個資訊丟出去給大家說 其實有很多小朋友過得很辛苦 有很多家庭過得很辛苦 但後來因為我們的東西賣的 也不是說很貴 也不是像一杯100、200那種東西 所以賣出去之後 其實所賺的不多 大概幾千塊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大概幾千塊錢 我們把那錢捐給兒夫蒙 其實我不太確定那個錢 到底有沒有辦法真的實質的 幫上一些小朋友什麼 但是至少我們拋出去這個議題 那些跟我們買咖啡的人 買甜點的人 他們看到了 他們知道原來是這樣子 後來其實你會看到一些朋友 在他們自己的FB 也分享了這些小朋友 就是台灣有這些問題的存在 台灣有很多問題等待著有人去解決 當我們沒有時間奉獻給小朋友的時候 或是奉獻給社會議題的時候 我們唯一可以做的是 用我們手上的資源可能是錢 可能是東西給他們 然後在這是其中一個活動 我們辦了很多小小小小們 為了推廣 我不知道你們看過太陽的孩子 前陣子一部蠻有名的電影 我們希望這部電影 能傳達給大家的東西 可以傳達給更多人 所以我們包了電影的場 我們沒有賠有賠錢嗎 我忘記了 但就是我們去做一些嘗試性的東西 雖然這個創業到目前為止 沒有辦法把我養得很好 雖然說我是有點胖 但也不代表我被養得很好 但是在這快要一年的時間 我的對於這件事情創業的體悟 的體認的感知是 就像剛剛有講到 就是你不要永遠不要等待 你準備好的時候 因為真的沒有那一天的來臨 就像好沒有政治色彩 但你們覺得蔡英文 真的準備好要當總統嗎 我就這麼覺得 但是就是因為她不確定 我相信她的幕僚很認真的 在push她上去 但是很多東西是你不走在那條路上 雖然老師我不知道是哪一條 中校公路吧 走在那條路上 才會真的去遇到的事情 然後實踐的這個過程 實踐的價值就在於 你在路上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得到的答案 絕對會比你預設的還要多 所以就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社會跟自我要怎麼達到平衡 就像之前街棒寫萌 一直攀著街棒寫萌 真的不好意思 街棒寫萌給我一個很大的觀念是 你做的工作 你的職業其實一定可以呼應 或一定可以解決社會上的一個問題 或是一個需求 但我相信很多人還沒有辦法體會這種感覺 就是我只是為了賺錢 我幹嘛 我幹嘛這樣搞我自己 不是真的那種搞自己 但就是我幹嘛這樣就是搞我自己 有時候也會覺得 我去找一份正職就好 坐在那裡等打卡 每個月賺個2萬6、2萬8什麼之類的 我幹嘛要自己在那邊搞創業 然後今天去跟人家談這個 明天去跟人家談那個 然後今天嘗試失敗 那天又為了什麼而哭泣 我幹嘛要心情起伏 給你自己壓力這麼大 尤其是當你的爸爸媽媽 還有社會的價值觀 一直夾在你身上說 你已經畢業了 為什麼你不去找一個正職的工作 為什麼你要做這些 看起來就會失敗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就是在你不斷的挫折 但是你下一秒 你又找到了新的一個動力的時候 這個反反覆覆的過程會讓你更確定 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相信如果你真的不是很確定的人 你在第一次遇到挫折 第二次遇到挫折的時候 你就會放棄了 所以當你越來越確定的時候 你就只好硬著頭皮坐下去 就像李耀娜多 你看我有前後文呼應喔 就像李耀娜多 他演了那麼多好電影 入圍了那麼多次 但他沒有得到那個階段性的肯定 他一定也失落 他一定每次那個又念到名字不是他 然後鏡頭還要take他 他還要這樣 他也是滿痛苦的 但是他沒有放棄 然後他最後演了一個 快要被熊吃掉的電影之後 他終於得到了奧斯卡影帝 就是所以我覺得在你反反覆覆 一直確認自己是不是真的熱衷 於你現在所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一定會找到你自己的價值 還有你正在為這個社會解決什麼問題 然後永遠 你可以相信現在時事不好 不適合做這件事 但是千萬不要等待 一個好的時機降臨在你的身上 因為那個時機是你要自己去創造的唷 謝謝大家 謝謝 可以嗎 可以嗎 有人要問問嗎 你要不要宣傳一下你的 喔 不好意思啊 我覺得我現在在做的是 一個有一個粉絲專業 叫做Double Chin 藝文咖啡館 那個Double Chin 的起源 是來自於就是Double 其實本來是有點雙 雙下巴喔 這個我特別有感覺啊 那種差不多的感覺 就是原本想要跟雙手有關 可是我覺得雙手你知道已經感覺就好像爛掉 然後想說因為我是一整希望可以有那個連結的感覺 所以就有一個雙 然後就這樣檢視了一下有上就是整個身體這樣喔 雙下巴差不多就這個感覺了 所以我就我們的名字叫做Double Chin 藝文咖啡館 然後上面常常會有一些活動 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上去看看 對 欸好貼心喔 就這個很好吃喔 很好吃喔 有什麼還有什麼問題啊 不然我就想問 那就是除了辦活動之外 你用什麼方式把社會上那麼多不同層的人連結帶齊 嗯 因為對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實體的店面 在一個網路 以一個網路的世界來說 就是因為我的活動不是說真的像一個這樣子的活動或什麼 像我們前陣子為了推廣環保吸管這件事情 就我們跟台灣的一個做環保吸管的廠商 就是聯絡接洽 然後我們把這個東西推在 我覺得我的回答好爛了 怎麼辦我亂失望了 就是 你好負能量 真的 還沒打完 我覺得爸爸繼續講 就是我們把那個消息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是 你把那個消息拔布出去 然後你藉由一些 比如說分享可以很傳統的 分享你可以打折什麼 這個消息很快 其實自然而然就會傳播出去 然後從我們發起 就是我們為了推廣環保吸管這件事情 大概影響了兩三百人吧 以我自己的統計 就是所謂的串聯社會上不同層面 看到讓他們看見不同問題 對我來對我而言是 當以前我的朋友他根本就不會想到 吸管這件事情會對還會對環境 會對生態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但是我們今天為了推廣這個 我們發布出去 開始越來越多人知道 喔原來吸管雖然很小 但是他對整個環境的影響是那麼大 就是這是我對於 現在淺淺的淺見 就對於社會議題的連結 很爛嗎 沒關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